对了,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我可以走了 我找个刷子,我可以走了 没事吧,你朋友就让他们走 不是 不是,哥姐说,你们 你过来看,他们都说不是家伟的朋友 没事的,家伟 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是,你下面那个吹的,你扔不到我了 他说是 他说是离开的 你们怎么不开灯呀 不是,我不敢去那边 不敢去那边 怎么了 怎么了,你刚才说有话 怎么了,你说的是什么呀 怪你帅吗,我跟李哥说了哈 怎么了 他说是李哥的朋友,对,你们也可以直接 直接写在这里,让李哥看一下 真的,我真的服了 我说我是你朋友的嘛 李哥,你真的不认识他吗 嗯 他刚刚一进来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你的朋友 你们做任务,啥人呢,来 不认识呀 他说是 家伟刚刚说了,喜欢我 嗯 家伟刚刚说了,喜欢我 你在那说什么啊,我喜欢你 是你有钱 所以才 所以才给的你呢 那家伟刚刚都说了,喜欢我 他说我帅得很,刚刚都说 家伟喜欢你 我没有 我没有 不是李哥,我说他算是出于礼貌的说 因为他 什么,你刚刚都说跟我耍朋友的吧 嗯 家伟刚刚说跟我耍朋友,说我耍得很 我没有说跟你耍朋友 不是呀,家伟喜欢你也没事呀 不是的李哥 你不要听他说了,真的 他的话你一句都不要听了 你不是刚刚说我帅得很喜欢我吗 我是说了你帅 但是我是出于礼貌 对他说他帅的 那你刚刚 我没有说跟你谈朋友 好不好,家伟 我真的是服了 我想赶紧把他给弄出去 我是你哥哥的朋友 啥子 我是你哥哥的朋友 我哥的朋友 你刚刚都说我帅得很 喜欢我的,是不是 你忍到我打锅啊 你现在又不成热了 好吧好吧 家伟们,他是我大哥的朋友 我真的是 我说的是什么 他刚刚一直在那儿问我说 家伟,你觉得我帅不帅 那我总不能当着他的面说他丑吧 没事 帅你没事 但是你刚刚都说跟我耍朋友的吗 这个是没有的事情啊 家伟们 我刚刚有没有说跟他谈朋友 你说看看 你刚刚都说喜欢我 就是希望你有权利才跟 想要搁到他那儿的吗 你真的说那儿的吗 你不要张嘴就来 李哥你不要听他的好不好 没事 你怎么 你们怎么不烤火呀 这样 好好好 我先给你去抱点柴过来烧啊 可以可以 我去抱点柴 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去给李哥抱点柴过来烧 让李哥跟你们聊聊天 你们把刚刚的事情跟李哥说一下 真的 你没事的 我去帮柴过来烧哈 我去帮柴过来烧哈 小李我跟你说 刚刚他都说跟我耍朋友 刚刚他都说跟我耍朋友 他喜欢我 他说我耍 他说你有钱才跟着你的 小李哥哥 怎么了没事 我们是朋友呀 家伟我们是朋友 没事 没事呀 他说我 他喜欢我刚刚这样说的 他家伟喜欢你啊 哦 哦 他喜欢我 哦 所以他开到你有钱才跟着你的 他这样子说的 哦 哦 哦 我们现在也是朋友呀 什么就我也没钱呀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 反正教育说喜欢我 他是不喜欢你的 他说 他是 他是喜欢你的钱这样子说的 刚刚跟我这样子说的 哦 可以 你是 哪里的 我是上面那个村子 哦 我是教育肺 我喜欢教育肺肺小姐 好 这样子 啊 懂了 嗯 姐哥你怎么没多穿一点 啊 那里有车上有 哦 那家伙我来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我来 你 你 你好好 你好好坐了就快了 咋了怎么都 好的 好的 我知道的 没有 哦 他说你好漂亮 啊 哈哈 他说你很漂亮 谢谢啊 谢谢啊 他说家伙很漂亮 家伙本就漂亮呀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咋不知找我大哥找到我这来了呢 我今天专门找你来刷了的嘛 不是 我过来专门找你刷了嘛 哥姐姐家伙家伙有没有这样说过呀 你你刚刚说的哈 你刚刚说你给我刷牌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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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没来之前都说了嘛 你哥没来之前都说了嘛 现在你哥来了你就都成熟了嘛 现在你哥来了你就都成熟了嘛 这些话是你再说好不好 你哥你不要听他说行不行 没有我没有 我们是朋友的嘛 也没事就是那种的也没有呀 也没事呀 也没事呀 没有 哥姐叔叔阿姨 他可能是喝了一下这个 喝了肯定喝了两杯了 没事不用汤不用你的 对不对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呀 哥姐叔叔阿姨们 对 他肯定是这样了 你们懂不懂哥姐姐 喝了两杯了 对他肯定是喝了两杯了 好可好这个好可以 他肯定是喝这个吗 没喝啊 没喝啊 我没喝 我没喝 你说啥子我没喝啊 没有说 我没说什么 我给他们说 我给这个手机上的人说话的 没喝啊 啊 哦 你是家威的朋友吗 我是家威哥哥的朋友 哦家威哥哥的朋友 我今天专门找家威来玩的 哦他堂哥的朋友是吧 嗯 我咱们找家威来玩 哦 家威说家威刚才说他喜欢我 说我帅得很 哦 你说什么你不要再乱说话了 你刚才不是这样子说的 现在你小女来了你就不敢说了 好吗 我看你 我看你 要去烤火吧 咯 喝酒又没了 来来来来我来加威我来 不用 你哥你过来坐着烤火 我弄好了你还在忙吗 你出公司有事呀 没有啊 哦行那快快来坐着烤火吧 那家伟我走了你喜欢我回去考虑一下 哦 他喜欢 什么你说什么 你喜欢我回去考虑一下 我喜欢你你回去考虑一下 我先走了哈 我先走了 哦走吧走吧 他说什么 我就把我关上等一下 他说什么呀 他说我喜欢他他回去考虑一下 你说你喜欢他吗 没说呀 我没说 他说他要回去考虑一下 哥姐说他刚刚最后说的那句话你们听见了吗 我看到他一身酒味哦 他刚刚说的我喜欢他他回去考虑一下 哈哈哈 真的 哥姐说他一身酒味啊我都不敢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给他说话了我害怕他揍我 哈哈哈我不敢给他说话了 你不来的时候我更紧张呢 你不来的时候我更紧张 嗯 他还坐在那里说一些胡话真的是 服了 服了 都听到了是吧 他说的是我们这边的方言 你们能听得懂吗 家人们 他还要考虑啊 对啊 他要考虑 真的哥姐说我都不敢把这个镜头对过去 我怕吓到你们 嗯 小李你还笑你也保护好家人 哈哈哈 没事 不是我我都怕他的 知道吧 家伟什么都没说 根本不认识他 我见过他几次 我但是刚刚一下子我没有认出来 哥姐说他呢真的 一下子我没有认出来 有没有酒就知道了是吗 啊 服了真的还回去考虑 那他回去考虑不会过几天又来找我吧 你哥你和家伟耍朋友吗 哥姐说说阿姨 家伟长得这么漂亮的 我长得这么丑的 我不敢说呀 对不对 而且在我家伟怎么可能喜欢我吗 对不对 他说是你可以有老婆和儿子是不是 是什么 有一个姐姐什么意思 什么我看 哦他刚刚 对不对哥姐说阿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见 就是刚刚那个曹老汉坐在这里一直说 里哥是有老婆有孩子 他说你孩子都那么大了 他说你还有个儿子都那么大了 一直在这里跟我说 说你有老婆有儿子了 你你们听见了吗 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听见 你看很多哥姐上面都说听见了真的 他真的是这样说的 你问直播听你们的歌姐说说阿姨吗 他有没有这样说 真的这样说的 真的这样说的 真的 他这样了 他可能喝了两杯就那种 家外 真的我都想你 怎么了 我都还不知道真的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我喜欢什么类型的 这不是一个明晃晃的事例吗 家人们 什么意思啊 你这让我怎么说呀 你这让我怎么说 我喜欢什么样的 长的什么样的吗 个子有多高的 然后长的瘦的还是长的胖的 还是怎么样的 个子的话 差不多比我高一点就好了 然后 刚刚好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个子比我高一点就好了 然后不瘦不胖的 那你那我个子没有你高 你个子没有我高吗 那肯定是像我最主导的 你肯定不会喜欢是不是 你说什么呢 你个 那我个子都没 就个子都没有你高了呀 你哪没有我高 你还是比我高的呀 谁高呀 各位姐叔叔阿姨们 肯定是你高呀 你自己不会看吗 对吧 小李太逗了 各位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家为喜欢的类型 是什么样的类型 你们说好不好 你们说我高吗 你们觉得家为喜欢什么类型的对象 你高一点 他们都说你高一点 我为什么时候才可以走 我 你拆的话可能还要再背个一个星期多一点 但是农产品的话一直都堆在这儿呢 对 对各位姐叔叔阿姨们 我想把家为带到我就是我公司里面去嘛 去上班 但是他的那个叔叔的话叫把他的那个红薯挖完 然后他们就跟着彩背回来 但是请人他也不愿意也不知道怎么搞 背的话要背很久啊 所以我觉得要不我们就不干了就直接走也不行 行不行啊 时间走他们肯定不会让我走呀 这些走他们肯定不会让我走 那我们两个背的话要背黑酒呀 李哥你要是觉得累的话 你不用帮我 我自己背 怎么可能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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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嫩呢 很累 对各位姐叔叔阿姨们 我们家里面不仅还有柴还有红薯 还有很多农产品都在堆着 现在才还要背几天呢 哥姐叔叔阿姨们 你看他们都支持你快点去我公司里面上班 真的 对不对 姐姐好阿姨们你们支不支持 你们支不支持再会去我公司里面上班 支持的话你们打个支持 你看嘛他们都支持的你看 我看见了哥姐叔叔阿姨们 但是 你们那天如果有在嘉威直播间的话 你们肯定看见了我叔叔 我叔叔说的那些话 这样嘉威 那这样可不可以 怎么样 我们两个把 你现在我们两个把 红薯你现在采这么多背不完 要不我们就这样 我们明天的话去挖那个红薯挖完了 我们就走 可是 红薯明天能挖完吗 我 我知道我前年能挖完 我就这样 不要告诉你叔叔 就这样采的话我们后面再来 然后 你的那个农产品的话我们今天卖完 然后我们 明天明天 后天就出发 后天就出发 对 可不可以哥姐叔叔阿姨你们说可不可以 你你坐这嘛 嘉威你坐这来 先先坐这我们 等一下 等一下哥姐姐妹 真的 哎呀我真的 我不能再等了 我觉得 等一下可不可以 等一下哥姐叔叔叔阿姨们的意见 对 对做不完的 你做也你就算做完了 他们还要 可能还有对不对说 又说个条件出来 然后我们两个又做不完 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 你看 因为红薯的话 你看你妈每个人也挖不完 我们把红薯挖了 明天我就找四五个人来 爸妈把你们家的红薯挖了 挖了过后的话 我们就走 把红薯挖完就走吗 你的意思就说 对 你们说可不可以哥姐叔叔阿姨 你们说可不可以 可是挖了就走的话 家人们 我害怕 还有什么吗 我还有那个农产品呀 如果放在家里面的话 会生虫的 农产品卖呀 我们今天都卖完呀 今天怎么可能卖完 而且今天我们多开一下 直播吧 我们今天我们 今天就帮你卖吗 今天便宜一点还是卖了 卖了我们今天 播直播给你卖了 我们就直接走了呀 对不对 所以我们没卖完之前 我们就我们今天晚上播到两点三点 播到明天早上都无所谓 虽然是我们两个快递走啊 不然的话 我们两个真的以后 建立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不对 哥姐叔叔阿姨 卖完了走对 卖完了走对 你们扣不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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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支持的 你们扣个页给家伙看一下 不然的话 我们两个你 你看一直在里面这个 这里的话 他们肯定又调了 条件出来了 真的谈谈调就算 我们先把你的这个 你们家的农产品卖完 卖完了 过后我们两个 明天的话去挖红薯 浩天我们的就走了 对不对 这么多哥姐刷门都扣了一啊 而且你看 而且我们就这样吧 就是很便宜 就是你看别人 别人卖 比如说别人卖个一百多的 你就可以 我补给你都可以 你就可以卖个几十块钱 对不对 哥姐叔叔阿姨 而且比如说别人卖个一百多的 比如说别人卖半斤的 比如说卖一百多的 你可以一斤卖一百多 别人然后就卖 卖得很快了呀 对不对 哥姐叔叔阿姨 那 可不可以吗 你要什么吗 你拿了吗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 你把那个好的那个拿了吗 你那个那个 多的那个凝脂包子粉 对不对 你把那个拿来给哥姐姐叔叔叔阿姨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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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r